当我和聂峰准备离婚时,他遭遇了车祸,车祸导致他失了意,他的记忆停留在了八年前。 那时我们刚刚毕业,我们一起创业,一起历尽艰难,他那时对我还无比痴情。 聂峰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然后问我,李尔淮,告诉我,你想离婚是因为你有了新婚吗? 我身心疲惫,面对他的疑问只能保持沉默。 他忘了,那个绞尽脑汁想要离婚的人并不是我,爱上另一个人的人也不是我,而是他自己。 但聂峰无法接受他会爱上别人,他坐在床上默然地看着我,目光从一旁的赵瑞身上扫过,像听到了最荒唐的笑话一样,然后冷笑道,你们是不是故意联手来整我? 由于车祸,他的大脑出现血肿,对周围的神经产生了压迫,造成了短期的记忆丧失,他忘记了过去八年间发生的一切。 八年前,那是我们刚刚从学校毕业,我陪他一起创业,一起吃苦,那个时候他满心满眼都是我。 如果在那时告诉聂峰他会爱上别人,不仅他,连我也会怀疑这个说法。 坐在他边上的顾笑颜眼泪汪汪地试图抓住他的手,却被他闪躲开,他的眉头紧紧皱起,显得疲倦而烦躁,他冷淡地对顾笑颜说,请你离我远一点。 顾笑颜呆住,然后坐在那里,泪水素素地落下。 然而,眉眼婆娑地他并未忘记瞪我一眼,好像我才是这一切事情的始作俑者。 看到这个场面,我其实有点想笑,但我实在笑不出来,而且我和聂峰已经无话可说了。 我站在离他病床较远的地方,恋无表情地说,离婚协议是由你只是你的律师团制定的,你的首席律师每个字都仔细斟酌,最后呈现给你审查的。 我叹了口气,说,等你出院后,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人,看看我有没有欺骗你。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地盯着我,似乎被我冷漠的态度刺痛,面上流露出罕见的迷茫和困惑,甚至还隐含一些不景和哀求。 他过去几年一直顺风顺水,坚信自己的判断,这样的神情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 但我的心已经冷却,他的迷茫和困惑无法打动我,我停顿了一下,转身离去。 涅风的车祸发生在一个月前,他恢复清醒可能只是最近几天的事情,可能是担心会影响他们的公司而封科技的股价, 所以他的事故被严格控制,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我想,如果不是他出了点问题,他的首席助理根本不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出了车祸。 他在我提出离婚的那天晚上出事的,但车祸的原因并非因为要离婚心神不宁,而是那天晚上大雨。 他从罗马开完会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国,想在午夜十二点之前,赶到顾笑颜的生日聚会,结果在雨夜与疲劳驾驶的公交车相撞。 真是感人,直到涅风手术后醒来,他的助理才给我打电话。 因为涅风的记忆停留在了八年前,他不再认识他身边的所有人。 八年前,顾笑颜还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的记忆中只有我。 涅风一直是个聪明人,不动声色,滴水不漏,即使这样仓皇的境地里,他也能在极快的时间内,接受现在的状况和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但只有一点他怎么都不相信,就是他不相信他会变心爱上顾笑颜,以及要和我离婚这件事。 他的公司新妇和顾笑颜用了一系列他和顾笑颜的生活细节佐证,他都不信,并且执意要见我。 他们没有法子了,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涅风出车祸这件事。 他们把我当成我和涅风感情,早就名存实亡的承堂证物一样,请到病房,展示在涅风面前。 他们想以此来说服涅风,这真的不是八年前。 时过境迁,这已经是八年后了。 在他遗忘的这八年的所有细枝末节里,我们没有两情相悦,只有相互憎恨。 至于怎么相信和接受,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再次看见涅风,是在半个月之后了。 他大带是偷偷从医院出来的,身上穿着医院的蓝色竖条病服,头上还包着纱布,毫无形象的席地坐在我家大门口。 从五六年前起,我就没见过他这样不修蝙蝠的样子,他是A层新贵,永远都是西装革履,西装裤缝比植乳刀才一般,英俊的脸越发得不动声色,越身居高位以前壁露的锋芒,反而学会了收敛,深邃沉塑,走打都有人磕磕气气地换一句孽总号。 现在这样一副不修蝙蝠的样子,上一次看见,似乎还是刚毕业的时候了。 他听见脚步声,猛地一抬头。 那个时间点,我刚好接完小海放学,他眼神从我身上慢慢一到我身边的小海身上,然后神色微微一动,眼神专注。 他向来聪明,接受能力强,即使失去这八年的记忆,我想他应该也能从身边人的附属中知道他这些年大概的想起。 他创业成功,我们结婚生子,他变心爱上别人,我和他提离婚。 我拉着小海的手,站在离他老远的地方停下来,神色冷漠地问,你过来做什么? 他像是忍了忍,问,他是我们的孩子吗? 小海对他并不是很亲密,他站在我身边,安静且疏离地看着聂峰,然后抬头望着我,叫了一声妈妈。 我摸摸他的头,说,你先进去写作业。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聂峰,然后轻轻嗡了一声,背着书包进去了。 聂峰一直目送他进屋,然后才转过头来看我,他紧促的眉头就没松开过,他非常疑惑地问,我不明白。 尔怀,从大学开始,我的梦想就是娶你,生的孩子,现在梦想实现。 但,他停住了,我知道他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但为什么八年后的现实和他当初畅想的不一样? 他如愿娶了我,但我对他冷淡至极,连我们的孩子对他这个爸爸都身份疏离。 他极力地想去思考回忆,但压在大脑神经上的血块阻止了他。 他紧紧促起眉头,大概是脑子又剧烈地痛起来,他抬手用力地揉太阳穴,然后抬起头来望我,眼神悲哀,宛如大街上被人遗弃的流浪狗,眼里是真心实意地不解。 他语气痛苦地问我,耳怀,我真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看了离婚协议,他们都说是我亲口吩咐他们撰写的,条条苛刻又无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 为什么呢?因为八年前的聂锋最大的梦想是娶我,可八年后的聂锋,最大的梦想是如何说服我离婚,然后娶顾笑颜,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 我和聂锋的故事千天一律,我们大学相爱,那时候他是学生会会长,代表学校拍一组校内宣传片,主要是围绕大学生自爱自尊自强这个主题,他在一个张杰饰演欺骗女生的渣男。 我当时路过演习现场,不知道那是拍宣传片,看见一个女生死死抱着他的胳膊哭求,嘴里还说,我怀孕了,你不要离开我,求求你,之类的话。 他当时皱眉说,去医院打掉,别来烦我了。 我听得怒火中烧,走过去直接把手里吃一半的冰淇淋糊他脸上,然后拉过那个女生的手,义愤填膺地说,姑娘,为这种渣男不值得。 姑娘不哭了,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他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冰淇淋,然后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还转头跟后面藏在树林里同样目瞪口呆地拍摄的同学说, 对,自爱这一张我们输出的就是这种价值观。我面红耳赤地连连道歉,他倒是很大方,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挥手说没事。 后来我道歉请他吃饭,再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聂峰是个很合格的男朋友,我们有过很多甜蜜的记忆和回忆,当然,我们也吵过架,但每一次都是他先低头道歉。 大二有一次,我们出去爬山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和他吵架了,他被我气得头昏脑胀, 大概是怕情绪上来和我吵起来,所以一个人闷头往前走。 我跟在他身后,根本追不上他,很快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但我不过爬了几百米阶梯,就看见他压抑着怒气,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歪脖子树下等我。 他当时没有台阶可下,强忍着情绪说,先说好,我还没消气,我只是怕你追不上我而已。 毕业的时候,很多情侣都没逃掉分手魔咒,但他非常坚定地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一定会结婚的。 毕业后,我爸妈在家那边给我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自己的学校专业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我坚定地留在聂峰身边。 他创业前期很难,资金周转不开,我陪他住在永远见不到太阳的地下室,两个人一起吃一份炒面, 他总会把炒面里面那点少的可怜的肉丝和青菜拨到我这边。 他说他不会一直让我吃苦的。 后来呢,后来他确实做到了,一切渐渐步上正轨,然后他遇见了顾笑嫣。 等闲便去顾人心,却到顾人心一变。 不过八年,他变得太快,快得我跟不上他了。 而他现在,已经不会再担心,我会不会追得上他的脚步了。 在见到顾笑嫣之前,我其实听见风提起过他几次。 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嘴边,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七年前。 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刚忙完累论融资,有一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很兴奋,跟我说他招到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名校海归毕业,专业实力强,能干有自己的见解,最重要的是,他语气是控制不住的兴奋。 他说,尔怀,你不知道,他懂我的创业理念,他说我一定会成功的。 他手上已经拿了几个全球500强名企的offer,但他最后还是选择来我这里。 那个时候他看上去是真的很开心,他说他一定会成为我的得力助手。 我当时微笑着默默注视着他,没有说话。 我想他一定是忘记了,他当年刚开始创业,每个人都骂他是骗子的时候,是我一直陪在他身边给他打气。 我相信他会成功,即使偶尔他自己都怀起自己的时候,我都不曾质疑过他。 我也不曾想过,从那以后,顾孝燕这个名字会横根在我和聂峰的生命中如此之长的时间,变成我连做梦都不敢梦到的梦魇。 我和顾孝燕第一次打照面也是七年前,那个时候聂峰的尔峰科技还没有读动的大楼,十几个人挤在科技园区的一间小办公楼里,有一天晚上暴雨如注,我去接聂峰下班。 到了公司,和他一起创业的他的社友赵瑞,看着我朗声笑着说,大嫂,你等等,聂峰在开会。 我汗手,然后站在会议室外面的玻璃网里看了一眼,里面大概六七个人,聂峰在一块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公式,理科声吵起架来面红耳赤的,他们在为一个技术演算公式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我看到顾孝燕, 他微笑着从容地站在聂峰身边,往黑板上补了一句演算公式,争吵不休的会议室突然寂静。 我在这寂静中,看到聂峰低头和他相视一笑,如此默契。 聂峰从会议室出来看到我后很惊喜,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瓢泼大雨,风雨琳琅,他问,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 我没有回他,视线从他的肩膀穿过,落在他身后的顾孝燕身上。 顾孝燕站在那里,嘴角勤着笑,落落大方地任由我打量,同时也在不动声色地观察我。 我想,这应该是只有女生才懂的第六感,她的入侵的姿态如此明显。 我对她微笑,含蓄地说,你好,我叫李尔淮,聂峰的女朋友。 她也笑,说,我叫过孝燕,聂峰的助手。 我们首次交锋交得不动声色,聂峰站在我身边毫无知觉,心疼我冒这么大的雨来接她。 她垂眸很温柔地问我晚饭想吃什么,我在不动声色中大获全胜。 当然,现在回头看那些已经毫无意义。 我和顾孝燕过招的这些年,也赢过,也败过。 到如今,舒舒盈盈很难定论,想通后只觉得自己好笑,我也有会累的一天,不想再在他们中间折腾了,所以我提了离婚。 我和聂峰提离婚的那天,是个很普通的晚上。 我在阳台上,看着不远处的夕阳余晖,渐渐隐退在重叠的高楼大厦中,然后给聂峰发了一条消息。 我说,聂峰,我们离婚吧。 他很久都没回消息,估计在忙,几个小时后,他回了我一个言简意该的问号。 我盯着手机屏幕,想了想,还是没回。 晚上聂峰大概是见我太久没有回消息,直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们默契地沉默,他没有问我离婚的理由,也没有挽留,过了很久。 他跟我说,我让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了。 我嗯了一声,然后挂断。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晚上11点门禁,我和他一打电话就能聊几个小时,好像话永远都说不完一样。 现在,却已经无话可说,这通电话挂断后不久,他就在赶着给顾笑颜过生日的路上出了车祸。 仿佛连老天都看不下去,要替我行天道一样。 我和他和顾笑颜我们三个纠缠太久,我想他都没想过,我有一天会想通和他提离婚。 在我提离婚的那一瞬间,他大概是如释重负吧。 因为按照聂峰的性格,被该死的责任感束缚。 他即使和顾笑颜两情相悦,他也不会主动和我提离婚的。 其实提离婚那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只是小海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学校,因为他又和小朋友打架了。 我去的时候,小海和一个胖胖的小孩子靠墙站着,对方小朋友的爸爸已经到了,五大三撮得很魁梧,站那里横眉竖眼地看着我说,你怎么教小孩的,你看看这打的。 小海抬头朝我看了一眼,他浑身都是草屑和灰尘,脸脏脏的。 倔强地望着我一言不发,我走到他身边蹲下去默默地用纸腹去擦他脸上的脏东西,然后小声地问,为什么打架。 他抿着唇不说话,那个小孩子的爸爸看我没理他,所以用力从我身后在我肩膀上推了一下。 我没防备,一头朝前栽过去,还没爬起来,小海闷不作声地像只小兽,嗖了一下子就冲过去,抱着那人的大腿就咬。 办公室的老师惊声尖叫起来,后面整个办公室混乱不堪。 离开学校已经是霓虹初亮,我和小海都狼狈不堪,我拉着他的手,指着橱窗问他,要不要吃冰淇淋。 他盯着脚尖点点头,小孩子很好哄,开车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没那么低落,但是到家的前一刻,他问我,妈妈,爸爸呢? 他眼睛有点红红的,我知道他今天受了委屈,他其实不怎么爱哭,小小年纪,就倔强地要命。 但我今天在办公室跟那个五大三粗很魁梧的男人道歉的时候,他站在一边,突然落地一声,就大哭起来。 虽然他和聂峰一直不怎么亲近,但我知道他在想,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明明是那个小朋友先动的手,要是爸爸在,妈妈就不会被人欺负被人打还要道歉,他也不会被老师兄。 我手扶在方向盘上,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小海出生到现在,聂峰陪伴孩子的时间,家起来都没半月。 我就是那刻,突然心生倦怠,想算了吧。 可是这些和认知停留在八年前的聂峰,没办法说清楚。 而我已经不想和他多说废话,我冷漠地望着聂峰,说,你有无数个途径弄清楚整件事,只是你自己不相信。 聂峰一直坐在我家门口,初秋的天气已经渐渐寒冷,他大病未愈,身形消瘦许多,穿着单薄的病服,执拗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透过窗户看到他这个样子有些好笑,因为我曾经无数次想找他的时候,只能像这样在他的秘书室外等他。 最后他的秘书不得不硬着头皮过来请我回去,你也太太,老板在忙,而且你没有提前预约。 那之后我每次找他,都要先给他的秘书室打电话预约时间,看他哪天有空,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找过他了。 我瞥开眼,不再去看,就那样让他在门外冻着。 等辅导完小海作业,我抬头一看,他倒在台阶上,估计是晕过去了。 我想了想,打了他助理的电话,倒不是心软,只是他若是冻死在我家门外,我张嘴说不清楚,会惹上麻烦。 他助理很快带着120赶过来,等他们离开没多久,聂峰妈妈找上了门。 我可以把聂峰和顾孝燕拒之门外,却不能不给长别开门。 聂峰创业的时候,我曾经是他眼里最适合的儿媳妇。 那时候聂峰钱挣得还不多,我和聂峰每次回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拉着我的手,一脸慈祥地看着我,说, 好孩子,你受苦了,有你陪在聂峰身边,真是我们老聂家八百辈子烧高香修来的福气,聂峰要是敢欺负你,你就和我说。 在聂峰事业逐渐步上正轨后,也是他,带着些微笑意含蓄地跟我说。 儿怀,不是阿姨不心疼你,只是比起你,孝燕更适合聂峰,你应该懂一位母亲的良苦用心哦。 顾孝燕,确实,她家庭背景学历长相样样都更出挑一点,良情责目而期,我不惯念妈妈的良薄,但也实在不是可以和她毫无芥蒂,坐下来喝茶的程度。 当然她也不自在,稍微寒暄两句后,她直接不入主题。 儿怀,你是个好孩子,我知道你和聂峰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但是,聂峰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老实说,若是能不麻烦你的话,我是不会麻烦你的,但是聂峰这孩子现在就只认定你。 她这次又晕了,医生说不能刺激她,要顺着她来,这样对恢复有好处,我希望等她出院,你能多关照一下她。 她的失忆也不是长久的,等她恢复这八年的记忆,就好了。 当然,她请求的姿态恰到好处,若她没有最后一句威胁的话,她说,你知道的,你和聂峰离婚,小海的抚养权,我们本来是不打算和你争的。 她们当然不打算和我争,因为她等着顾孝燕给她生基因更好的孙子。 现在这一番言下之意,不过是拿小海的抚养权威胁我听话。 我后草鸭都要咬碎了,但是这些年的遭遇让我学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无论面对什么事,都要笑。 所以我微微笑起来,我说,我会好好照顾聂峰的。 聂峰出任的那天我去接她,顾孝燕眼睛红肿地站在病房外面,因为聂峰见到她就不耐烦。 很抗拒她的接近。 失去那些日久生情的记忆,聂峰八年前的道德观很憎恨自己八年后的建一丝迁和变心。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渣男,所以她厌恶顾孝燕。 顾孝燕看到我,含泪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后警告我,李尔怀,你不要得意,她只不过是忘了我而已,她总有想起来的那一天。 我淡淡瞥她一眼,没说话,我从没得意过,我只觉得负担。 推门进去,聂峰坐在病床上吩咐助手事情,处理公事的时候她神色一直很冷漠,是我这几年常见的表情。 她听见声音抬起头,看见我一抹笑意,就从冷淡的眼睛里一点点传出来,但大概是我神色太过疏离,她唇角的弧度又慢慢落了下去,显得有些失落的样子。 也是,在她的记忆里,这个时候我是乐呵呵陪她一起在地下室吃苦的李尔怀,那个时候她连炒面里面的青菜和炒肉都要剥给我,我们一起苦中作乐,我是她最坚实的后盾,和现在这样的落差比起来,她接受不了是应该的。 她强达起精神,又微笑起来,堂堂耳风科技的聂总,语气近乎用得上讨好来形容,她说,尔怀,你来接我了。 我没说话,我知道她在打感情台,她助理送我们回去的路上,她一直在找话题,她问我,尔怀,好像每次我最狼狈的时候,都是你来接我。 大学毕业,她和设有丧伙饭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毕业创业,她和投资商和客户喝到未出血的时候,她生病住院我整日整夜守在她病床前的时候。 她一路走来有无数个这样狼狈的时候,我陪她走过很多个寂静无名的深夜,听烂醉如泥的她说她的那些理想和抱负。 我那个时候安静含着笑意守在她身边,坚信她描摸的画面都能一一实现。 然后她熬过最狼狈的时候,把最风光的一面给了顾笑烟。 所以她提起往事,根本不能让我动容半分,只会让我更加恶心和难堪,像曾经那个坚信她,傻乎乎的李尔怀,被人解剖放在福尔玛林里,让人赤裸裸地参观一样。 我只觉得呼吸困难,对我而言是肿窒息的难受。 我打断聂峰的话,我想我眼里的嫌弃和恶心一定刺伤了她,但我没办法,我竭力用最平静的口吻跟她说。 聂峰,我知道你忘了这八年的事,但对我来说,这八年的伤害并不是不存在,我没办法放平心态跟你一起坠一似水年华,你就当做好事,别拉以前的事刺激我。 她愣了愣,果然安静下来,然后过了很久很久,我听见一声极轻的道歉。 她红着眼睛,说,对不起。 我吃笑一声,我愿意照顾聂峰只是因为小海的抚养权,医生说不能强硬地刺激聂峰,我就将她当空气。 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小海正在做作业,将聂峰扔到客厅我就进厨房。 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我看见聂峰很尴尬地站在小海的背后,大概在看小海的作业。 她确实不知道怎么当爸爸,我想她大概想趁着小海作业有什么不会的时候,叫她拉近距离,但小海的血液从未让我操过心。 所以她看了半天,只能笑了笑,说,这孩子真聪明。 她说完抬手想去摸小海的发顶,小海微微一偏头逼了过去,然后默不作声地抬头看了聂峰一眼,跑到我腿边,问,妈妈,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聂峰手落在半空中,过了半天手指微微蜷缩,她低着头,一点点地将手收回来,显得莫名地落寞。 我其实一直希望小海能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长大,大人们的是我一直不希望牵扯到孩子。 可不要以为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孩子对父母的关系是最敏感的。 小海不亲近聂峰,我对此无能为力。 家里其实没有聂峰可以睡的床,她大约也明白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所以自己说睡在客厅。 我晚上起来喝水的时候,看到她在客厅看头影。 客厅没开灯,她关着静音,斑驳的影像投影在她脸上,显得很专注和认真。 我走过去,发现她在看我们的结婚影像。 投影很大,正在放着我们说誓言的那一幕。 我记得那时候,思义让我和聂峰宣誓,我凑到她耳边轻声低语,然后她的眼睛就红了。 大家都起哄,以为我跟她说的是多么煽情的情话。 但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当时跟她说的是,聂峰,我们就这样在婚姻里耗着吧,你这样辜负我,永远别指望我主动退出,让你和顾笑颜光明正大,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我要你们永远名不正言不顺,永远像咒服夜出的老鼠一样,只能再见不到光的地方偷一辈子情。 多可惜,我和聂峰大二在一起,虽然我一直在说我的付出,但感情里永远是相互才能走下去。 她对我包容迁就,会在我宿舍楼下等我慢吞吞地化妆,每天早上给我买早饭,我想要的东西她永远都会满足我。 有年过年我爸妈吵架要离婚,我微信和她哭诉,隔天,她就跨越大半的地图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说别哭。 大肆我突发蓝尾炎,她那个时候还忙着答辩,但一直在医院从开始守到结束,手术完也是她一直照顾我,她有严重的洁癖,但那段时间,连我的袜子都是她帮我洗的。 这样相爱的瞬间太多,至少在那一刻,她似乎从未想过娶别人,一直笃定地认定我。 那时候我们应该都没想到,多年后,我们却在期待很久的婚礼上,针锋相对,好像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 聂峰很痛苦地闭上眼,用力地按住自己的太阳穴,我不知道她在问我还是在问自己,一直反复地呢喃,怎么会这样? 耳怀,我们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呢?我怎么会这样对你呢? 她抬头看我,眉眼依旧英俊,只是眉头紧簇,碰到极点的样子,她抬手捂住心口的位置。 眼睛黑得像最浓的夜色,那样专注地望着我,愧疚不解,痛苦砸揉在一起。 她非常绝望地问我,我一直想把这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耳怀,怎么有一天,我会这样对你呢? 我听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在我和聂峰拉锯的这几年里,她从来没有对我感到抱歉。 她只觉得对不起顾笑颜,因为让她没名没分地跟了她那么久。 原来当一切回到起点,再看现在这个结局,你是觉得亏欠我的呀? 她喃喃很多,最后的最后,她抬眸看向我,用极其轻微的声音问我,你还爱我吗? 对于她的痛苦,我只能冷眼旁观,我当然不爱她了。 这话不是我逞强的,你若是经历我这八年,你就会感同身受我的怨恨和释怀。 我不知道聂峰和顾笑颜爱情的催化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们在同一个公司,相同的理念,事业上朝夕相处,见一丝迁似乎是一件非常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其实不管现在的结果如何,在一开始,我相信聂峰是有挣扎和约束过自己的心动的。 时间回到六年前,最明显的证据是她在家里开始偶尔会走神。 有天晚上,她的手机震动很久她都没有接,她就那样望着震动的手机出神。 我从书房出来,有些奇怪,问她,不接吗? 她恍然回神,抬头看我,然后像是很艰难一样当着我的面接起来,那边不知道说什么, 她的语气很冷淡,只是说,抱歉,我没有时间,公事明天再聊。 挂上电话,我问她是谁,她说是顾孝燕发现公司一个技术问题,问她现在能不能过去商量。 我定定地看着她,成年人的心照不宣,有些话不需要说得太明白,这样直白的心意。 我相信只要不是傻子就都能感觉到,但我那个时候其实一直相信聂峰会处理好。 她或许欣赏顾孝燕,或许在欣赏之外会萌生一种, 要是我现在是单身就好了的感慨。 但我知道,这种微薄的欣赏和好感,她是不会背叛我的。 我们在一起,实在太久太久。 果然,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从背后将我用力地搂在怀里, 然后说,尔怀,公司现在开始慢慢进入正轨了,我们年底结婚吧。 我说好,她顿了顿,手臂横在我的腰间慢慢地收紧,然后声音滴滴地说,我会尽快和她好好谈一谈的。 她没有说她是谁,但我们都心知肚明。 我反手附在她的手背上,叹息,好。 我不知道聂峰那个时候和顾孝燕是怎么谈一谈的。 其实,当时我很想问她,你的公司是离了这一个员工,就运转不起来了吗? 但当时她正在谈新一轮的融资,人事的变动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影响, 再加上顾孝燕也算项目核心。 我想了想,嘴边的话还是忍了下去。 我一直善解仁义,站在她的角度上思考她的难处, 我没有想到,她带着团队去毕城和投资商谈完, 回来后整个世界就变了。 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一块去的,但是临出发的时候, 聂峰的妈妈突然出了车祸,多处骨头骨折, 最严重的是断了两根肋骨,需要手术接上。 聂峰单亲家庭,她母亲重伤在床, 术后不能自理,还需要人照顾, 护工总不能尽善尽美, 她也不能完全放心。 为了让她安心地去谈事情, 我留在A城照顾她妈妈。 她带领团队在B城待了两个星期, 我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 因为怕打扰,加上我在医院也忙。 所以这两周,我们只打过聊聊几次电话, 每次都是匆匆和她说一下她妈妈的情况就挂了。 我是家中独女, 从小也算是被捧在父母掌心里长大的, 我一个在自己家小区里都能迷路的人, 那段时间在医院挂号,办理住院手续, 缴费,给涅封妈妈找住院楼栋找楼层找房号, 办理各种复杂的入院手续, 去食堂,打开水,找微波炉, 找地方买生活用品。 我还要等在手术室外, 做完手术后还要照顾她妈洗漱生理按摩饮食, 那个时候窝在椅子上蜷缩一起, 盯着她妈妈手术完时不时报警的心电图不敢闭眼睛。 等她妈妈能下床走动的时候, 我因为过度疲劳和低血糖, 直接晕倒在医院的走廊里。 等到我掉完葡萄糖醒过来, 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共同的朋友, 在群里发了他们庆功宴的照片。 那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 喧嚣热闹,歌舞升平。 他们举着酒杯大笑着庆祝, 照片里的顾笑嫣坐在聂峰的身边, 笑得倒在她身上。 聂峰偏头正注视着她, 脸上含笑,也是愉悦的笑意。 她的另一只手虚虚护在她的身后, 像是怕她笑得太开心, 不小心跌倒, 那是一个半环抱的保护姿态。 我不知道他们在毕城的两个星期发生了什么, 但爱情萌发的温床其实不难猜, 朝夕相处的并肩奋斗, 事业理念上的高度契合, 专业知识的相互沟通, 加上一起经历和投资商谈判的共患难。 或许是晚上一起加班商量提报方案的时候, 或许是每天默契的咖啡, 或许是深夜一起吃夜宵那种暧昧的氛围, 又或者是顾笑嫣在聊起技术算法时, 意义生辉的自信。 这些无数个瞬间组成聂峰心动的理由, 虽然不道德, 但古斯塔弗洛唐很早之前就在她的乌合之众里说过, 在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 感情从来就没有使过手。 大概是从毕城回来的第三个星期, 有次我去浴室的时候, 看见她站在浴室的镜子前, 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练习。 尔怀,我们分手吧。 顿了顿,她调整了一下表情, 又说,尔怀,对不起, 我喜欢上别人了。 尔怀,对不起, 我给你股份, 我会补偿你这些年的青春损失, 但我真的喜欢上别人了, 我们分手吧。 尔怀,我。 她可能自己也觉得荒谬, 一遍一遍地台词说下来, 最后对着镜中的自己, 她突然一拳狠狠地 砸向镜子中的自己, 然后我听见她低声地骂, 聂锋,你疯了。 我聂手聂脚地走开, 然后看见顾笑颜 给聂锋发的一条微信, 她问,你什么时候和她摊牌, 感情的是越拖对谁都越不好。 那段时间我其实想了很多, 当然,我没有大吵大闹。 聂锋也一直没把她练习的 分手台词说出口, 但她没说, 她妈妈先来找我了。 那个时候尔峰科技 避伦融资数十亿, 她跟我说话的口气 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 带着居高临下的居傲, 眼里言外之意, 都是我已经配不上她儿子了。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当时的愤怒, 我自己并不差, 我和聂锋一个学校, 只是专业不同, 我陪她一路走到现在, 更何况她住院那段时间, 我几乎将她 当亲生母亲一样照顾。 到如今, 我竟然落到 这样被人嫌弃的境地, 在一般言情小说里, 一般这个时候 像我这样的炮灰, 最好能自己 拾去点自己离开。 但我那时候年轻, 做事情不惜代价, 被人这样 明里暗里地嫌弃, 被相恋长跑 几年的爱人辜负。 我当时满腔愤怒和委屈, 只想着一件事, 大家一起不快活吧。 那天晚上 等聂锋回来, 我坐在沙发上, 抬起眼睛, 静静地看着她, 只说了一句话, 我说, 聂锋, 我怀孕了。 你不是想和我分手吗? 你母亲不是想要 更好的儿媳妇吗? 我偏偏不让你们如愿。 聂锋是不会让我 打掉孩子的, 果然她先愣, 过了半天才勉强 牵扯起唇角, 像是在笑, 恍若惊喜地问, 真的吗? 我偏过眼, 不知道有没有人 跟她说过她眼睛很差, 但我不想去拆穿她。 结婚前, 顾笑嫣给她打电话, 我接的。 接起来那边 就是很明显的哭腔, 她在电话那端嚎啕大哭, 我相信任何人听了 都会动侧影之心。 她说, 聂锋, 到最后, 你选的还是她。 她哭了很久很久, 最后, 我在电话这端 静静地说, 哭够了吗? 聂锋在写婚礼请柬, 要给你寄一份吗? 那边的哭腔耿住, 然后挂了电话, 当然这个愁顾笑嫣 在很久后报复回来了。 那时候我和聂锋彻底决裂, 相互憎恨, 有一晚小海发高烧, 在医院迷离呼呼地 一直喊爸爸, 我给聂锋打电话的时候 是顾笑嫣接的, 她一接电话就笑了, 说, 急什么? 聂锋在双子塔顶楼 为我放烟花, 要我拍照和你一起分享吗?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 从走廊窗口往外看, 可以看见遥远天际 璀璨的烟火, 那天是情人节, 那是我此生主动 给聂锋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抱负性地和聂锋结婚后, 我们没人快乐。 刚开始聂锋其实也很努力地 想要回归家庭, 我不知道她和顾笑嫣怎么谈的, 我们结婚后, 顾笑嫣从公司提出离职, 事情到这里似乎就可以结束了, 但在顾笑嫣离开的前一个星期, 她之前和聂锋的聊天记录 被打印出来 贴在尔峰科技办公室的 每一块墙上, 其中包括她给聂锋发过的 几张比较隐私的照片, 还有大大的小三去死的 红色油漆字体, 我和聂锋就是因为这件事闹掰的。 她红着眼, 额上的青筋直跳, 在我面前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质问我, 李尔淮, 你何必呢? 我已经如你所愿和你结婚, 顾笑嫣也从公司提出离职, 你何必赶尽杀绝, 让她颜面扫地。 这件事我白口莫辩, 我那个时候怀着孕, 每天处于崩溃的边缘, 如果是现在的我, 现在理智冷静旁观且不爱聂锋的李尔淮, 我会镇定地调取监控录像, 找到深夜张天那些聊天记录和隐私照的雇佣工, 然后将他们请到聂锋跟前, 让他们将联系他们的雇主, 找出来摆在聂锋的面前。 但那个时候的我崩溃绝望, 我在聂锋的质问里尖锐地反问聂锋, 如果他不去勾引别人的男朋友, 不去勾引别人的丈夫, 又怎么能让人抓到把柄颜面扫地? 他活该。 聂锋一巴掌狠狠地挥下来, 脱口而出, 他没有勾引过我, 一切都是我情不自禁, 是我问心有愧, 是我变心。 他这一句话和这一巴掌打断我们这些年的所有情分。 他打完就离开, 那段时候他一直陪在因为隐私泄露而情绪崩溃, 重度异于四季想要自杀的脆弱的顾笑嫣身边。 等到陪他彻底走出阴影, 他们决定抛弃所有世俗, 冲破重重阻碍, 在一起了。 我秉着一口心气占了聂太太这个身份, 让他们俩谁都永远如不了愿。 聂锋问我还爱不爱她, 我只能冷淡且平静地指示她的双眼, 一字一句地回答, 我不爱你了, 聂锋。 他坐在沙发上望着我, 眼神是意料之中的悲哀, 过了半晌, 他问我, 我们有一点点从头再来的可能吗? 我笑了, 自嘲嘲讽, 我看着他, 聂锋, 你现在说这句话是因为你失忆了, 你若是想起这八年来的事, 只怕像这样安静坐下来和我说句话都不会愿意。 他被这一切的冲击击垮, 痛苦到极点反而没有了表情, 他的脸隐在无灯的暗夜中, 两久两久, 他声音低雅地说, 我不信, 尔怀, 我不信我会不爱你, 我不信我会这样伤害你。 我铁石心肠, 文言一丝波澜都没有, 我说, 等你想起来, 你会为今天这句话向顾笑嫣道歉的。 叶峰开始笨手笨脚地, 试图融入八年后的新生活, 他开始讨好小海。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放下他公司那些工作的, 我睁开眼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了早餐, 非常营养, 满满一桌, 有西餐和中餐, 他高大的身躯站在餐桌旁, 莫名地有些紧张, 他看着我和小海, 说, 我不知道小海喜欢什么, 所以就都准备了一点。 小海湿漉漉的眼睛看了看桌上的早餐, 然后抬眼看了看聂峰, 最后又看了一眼我, 然后漠不作声地走到冰箱旁, 从里面取出我前天晚上给他做的三明治, 自己爬到椅子上坐下来吃, 碰都没碰满桌琳琅的早餐一筷子。 聂峰低着头, 表情很落寞, 我听见他很轻很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偏过头, 假装没看见, 晚上我因为临时开会耽误了一会儿, 去接小海的时候比平时要晚一点,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时, 才发现聂峰已经到了。 他等在幼儿园门口, 身影如简, 他个子高, 虽然忘记这几年的记忆, 但习惯使然, 他周身都是不容忽视的内敛的气度, 所以在人群里很显眼。 小海背着书包, 正从学校里出来, 学校门口的路口, 在放学时, 交通有些混乱, 其实学校门口禁止机动车, 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进来, 将小海别倒在地。 我还没跑过去, 就看见聂峰长腿一胯, 两步并坐一步到小海身边, 他先蹲下来, 查看小海的伤势, 问他, 伤到哪儿了, 让爸爸看看。 小海默默看他, 任由他把自己的裤腿卷高, 还好只是一点点擦伤。 那辆小轿车的司机骂骂咧咧的, 大概是说小海没张眼睛啊, 瞎跑什么。 我跑过去的时候, 聂峰已经将那辆白色小轿车逼停, 他抱着小海, 望着那个司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 凛冽得如同冬日屋檐下的冰锥, 他说, 下来道歉。 那个人高马大嘟嘟闹闹的司机, 在这眼神下色缩了一下, 然后耸了说了句对不起。 我看到聂峰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他的车牌号, 小海在他怀里漆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这是爸爸的保护欲, 我那样爱小海, 可有些安全感只能由孩子爸爸带给他。 回去后聂峰让助理送药箱过来, 他半跪在小海的身前, 将他的腿放在怀里, 亲自给他上消炎药。 晚上小海抱着枕头敲开我的门, 他问我, 妈妈,我今晚可以跟你睡吗? 我张开怀抱抱住他, 他像只小动物一样将头埋在我怀里, 声音嗡嗡的。 妈妈, 他是因为忘记了那个阿姨, 才会对我们这样好吗? 我问了一声没说话, 他又问, 那等他想起来, 是不是就不会对我这样好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小海声音轻轻的, 他说, 那我不要喜欢他了, 等我喜欢上他, 他又不要我们了, 那到时候我会伤心吧。 才六岁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出这一番话的, 又是想了多久, 父母感情的影响让他不得不过早地早熟。 我怨恨一切, 唯独为当初那个冲动的结婚后悔, 因为我将我的孩子拖进这段大人间不健康的纠缠中, 我轻轻他的发顶, 窥探一口气, 我说, 好孩子, 睡吧。 小海往我怀里钻了钻, 睡着了。 我抬起头, 小海进来的时候门没关门, 聂峰站在门边, 大概都听见了, 他高大的身躯久久地僵硬在那里, 眼睛专注地望着我们,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看见他眼底浮起的一层薄薄的水雾。 聂峰坐在沙发上, 用非常非常厌弃自己的声音跟我说, 尔怀, 我真的很恨我自己, 看你和小海这个样子, 我真的宁愿我死在变心前那一年。 我看着他有些恍惚, 没有说话, 没关系, 等你想起一切, 你就不会恨自己了。 大概不放心现在的聂峰和我的同居家庭生活, 顾笑颜来过几次, 但是聂峰都没有让他进屋, 他面无表情, 神色冷漠, 是他对外人一贯的冷情和梳理, 他居高临下的沈氏固笑颜, 语气带着被人侵入领地的不悦, 别再过来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也不知道我们之前发生过什么。 但在这段时间, 不要出现在我家人面前。 他顿了顿, 我熟悉他那个样子, 那是八年前的聂峰, 以前在学校我被人欺负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保护我的。 尽管现在欺负辜负我的人变成了他自己, 他依然面不改色地维护我。 他恶毒地对顾笑颜说, 你在明知我有女朋友有家庭的情况下还来纠缠我,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看上你, 但不得不说, 他的智商和审美真的不怎么样, 而且恕我直言, 在我看来, 你和八年后的我自己, 都是非常愚蠢的人。 顾笑颜站红了脸, 然后哽咽着哭出来, 聂峰站在那里无动于衷, 冷眼旁观。 于是那之后, 顾笑颜就再也没来过了。 有时候我偶尔会想, 若是聂峰一直这样下去, 我愿不愿意不计前嫌地和他重新在一起。 我想了又想, 只能说不愿意。 因为这八年的背叛实在太过刻骨铭心, 已经将我对他的爱意消耗殆尽, 即使看着撞落八年前的他, 我也只有唏嘘感慨。 时光怎么就把我们变成了这样? 就像在时光的路上, 我们从两个岔路相遇, 然后携手并肩同行一路, 然后又在同行的路上, 分道扬镳沿着各自的岔路越走越远。 这场意外只是让我们短暂地相交, 那些貌合神力的伤害并不是不存在。 我一颗心老太龙中, 再无一丝波澜, 更何况, 涅峰并不是永远不会恢复记忆。 他并不是永远会这个样子的呀。 涅峰的第二次手术是四个月之后, 我在年少时代, 看过很多的失忆狗血爱情欧相片, 男主或者女主失忆后, 再次恢复记忆, 一定是经历相同的车祸。 但涅峰是通过手术, 将大脑压住神经的那块血块取出来的。 他在做手术前曾问过我的意见, 他问我, 尔怀, 我不想做这个手术。 我静静地望着他, 对他说, 失忆并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涅峰, 你忘了, 可除了你, 我们没人忘, 所有的路都是你自己选的, 你总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他抬手捂住眼, 可我不想面对另一个我自己。 这由不得他选择了, 他离开的时候是他助理来接他去医院的, 车子走了老远, 小海还趴在窗边看。 他懂事得令人心疼, 等看不见了, 他才偏过头来问我, 妈妈, 他还会来吗? 我笑笑没说话, 他的手术情况如何, 是否顺利, 我都不在意。 我的生活少了他的入侵, 安静地终于回到原样, 我和小海按部就班, 就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直到大概四五个月后, 我才再一次遇见他, 他是来给我送离婚协议的。 那时候是深秋, 他穿着黑色的大衣 等在我家门前的那棵梧桐树下, 我不知道是手术原因还是其他, 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非常瘦削, 几乎称得上是行销鼓励了, 脸上一点点血色都没有。 他静静地看着我走近, 然后将离婚协议递给我, 短短几月, 他疲倦地像平白老了好几岁, 他语气也是静静的。 在来之前, 我想过很多, 律师团问我这份离婚协议要不要起, 我犹豫了一个星期, 最后还是让他们草你出来了。 我想, 你看见我, 已经是发自内心的恶心吧。 放你离开, 已经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了。 我打开那份协议, 草草浏览一下, 我们夫妻内的财产大多平分, 他连他手上尔风科技的股份都分给我一半, 除此之外, 还给了小海很多额外的东西。 这份离婚协议上的财产分割, 称得上是慷慨大出血了, 不知道他母亲和顾孝嫣是怎么同意的, 或许是根本就不知道。 我收起离婚协议, 抬头看向聂峰, 他没有看我, 急目远眺, 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明白, 他说, 我醒过来的那两天很痛苦, 而怀,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走成这样, 我。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我懂。 他年少得志, 意气风发, 走得越远越快, 越不会留恋往事, 因为有更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 所以他在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 我那个时候对他来说, 只是一件负累罢了。 可是他一招失忆, 再回到从前, 前程往事一起扑面而来, 他从我们年少相守一路回忆到 面目全非的如今。 八年前的聂峰 执拗得一心一意地对我, 他笃定自己永远不会爱上别人, 他想把世界上一切都捧到我面前, 他有一颗赤诚之心, 但八年后的聂峰再感受到八年前的他这种心境, 再回想这一路他对我的伤害, 等闲变去故人心的道理, 他应该比我更能感同身受。 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本身, 这其中的感慨和叹息, 估计只有他自己知道。 原来他曾经, 也是那样那样地爱过我的呀。 不过看这份离婚协议, 种种归咎到一起, 他在八年后想起这一切, 终于站在完完本本的聂峰本人的角度上, 向我表示了他迟到这么多年的愧疚和歉疑。 我郁杰在心底的那口气, 终于消散了。 聂峰整个人都沉寂下来了, 他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所以人的气质也就越来越锋利, 可如今, 这种锋利像突然上秀一样, 他整个人都透着低沉的消色, 有种颓然的自弃感。 他冲我笑笑, 我以后能经常来看看小海吗? 我没说话, 他有些紧张地补充一句, 我不是要和你征服养全, 我只是, 他顿了顿, 又自嘲地笑笑, 我只是想尽一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我微微汗手, 答应了他。 我们长久的沉默, 我没话和他说, 他不知道说什么, 少年相爱走到如今连陌生人都不如, 他最后朝我点头, 像是怕待着太久, 我又用嫌恶的眼神看他, 所以跟我说, 那我先走了。 临走前, 他突然回头, 问我, 尔怀,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 我看着他, 突然毫无芥蒂地朝他笑了笑。 就像大学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这笑意温和安静, 不带任何尖锐的讥讽和憎恶。 他神色有些震惊, 几乎有些受宠若惊, 我安详平静地看着他, 说, 我希望你能把八年前的聂峰还给我。 聂峰, 你失忆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 我所有的一难平和绝望都被抚平。 我想, 若是你当年没有变心, 没有在我们的爱情长袍里 走神爱上别人, 那么你应该是个很好的丈夫, 也是个很好的爸爸, 就像你失忆这段时间做的一样。 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 我只希望你能将八年前的聂峰还给我。 可我们都知道, 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回不去了。 你变不成八年前的聂峰, 而我也变不成八年前的聂尔怀了。 好聚好散, 我们结婚不体面, 但结束, 竟然也算有个体面的结局。 他的神色在我的话里一点一点地暗淡下来, 然后勉强地笑起来, 说, 是我对不起你。 我微笑没说话, 我知道我们所有的话, 在这一刻, 都已经说完了。 以后桥归桥, 路归路, 尘埃落定, 终究还是错过了, 我与自己的这八年握手和解了。 再次遇见聂峰和顾孝燕, 是在医院。 那时候我和聂峰离婚已经将近五年, 她和顾孝燕领证结婚近一年, 也算得顾孝燕这八年的委屈求全一个结局。 其实我刚和聂峰离婚的时候, 顾孝燕还来找过我, 我当时只是冷冷看着她, 一句话让她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说, 顾孝燕, 我和聂峰离婚, 我有她一半的股份, 小海有一点股份, 你自己算算我和小海的股份加起来是多少。 我不知道聂峰是不是故意的, 小海的抚养权是我, 我和小海的股份加起来刚好比她持股多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只要我想, 她的心血, 她的耳风科技可以瞬间一煮, 她把她的公司交给我,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她的一种补偿, 顾孝燕的脸色苍白, 我只是非常厌弃地望着她, 不想我做出什么事的话, 就永远不要来烦我。 最后, 我笑了笑, 往她心上捅了最后一把刀子, 我问, 顾孝燕, 守着一个心里永远愧疚别人的男人, 这种滋味好受吗? 她神色大变, 看来是被我戳中了痛楚。 我在这段婚姻里受过的伤, 如今她和聂峰一起自食恶果, 天道好轮回啊。 我在和聂峰离婚和往事和解后的第二年, 遇见工作上很契合的合作伙伴, 叫周穆佳, 她是一个非常冷静自持且专一的人, 面对我对感情的犹豫也从不退缩, 连小海这样寡言疏离的性子也非常喜欢她, 所以第四年的时候我们结婚了。 所以, 如今才能在医院妇产科, 碰见聂峰和顾孝燕。 当时我怀孕四个月, 周穆佳陪我一起产检, 迎面打照面不得不打招呼, 聂峰的视线从我脸上一道我微微显怀的小腹上, 她的视线一顿, 我看见她手背上突出的青筋, 表情正松痛苦, 不过她只失态了数秒, 就很好地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 她看着我, 脸色苍白地说恭喜, 我礼貌地表示感谢, 然后望着她身后同样的妇产科的牌子, 表达了同样的恭喜。 他们都默不作声, 顾孝燕一直冷着脸站在一旁, 她大概刚怀孕不久, 小腹平坦, 看不出怀孕的样子, 于是礼貌道别。 后来在停车场, 又遇见聂峰和她妈妈, 顾孝燕不在, 我远远地只听到几句, 千挑万选的媳妇竟然不会下蛋, 你当年娶她做什么? 我都跟你说了, 许家的那个女儿对你有意思, 她大家闺秀, 家底殷实, 又比顾孝燕年轻健康, 要我说还带顾孝燕, 看什么医院, 治什么病, 不如离婚娶别人好了。 我竟然微妙地同情起顾孝燕来, 最后的最后, 我听见聂峰疲倦不堪的声音, 她语气近乎哀求, 说, 妈, 聂峰的妈妈顿了顿, 没有声音了, 我也没再听下去, 周穆佳小心翼翼地扶着我上车, 自从我怀孕, 她就当我是一岁的雌娃娃一样照顾, 我啼笑皆非, 但还是有着她。 上了车, 她一边开车看路, 一边在我耳边碎碎叨叨, 晚上想吃什么, 昨天看你吃鱼头吃得挺开心的, 今天还要吃吗? 不过两天连着吃不太好吧, 我看小海喜欢吃辣, 要不给你们娘俩整个辣过。 我将头靠在柔软的背椅上, 含笑听着她的续道, 这是属于我的软杖红尘和人间烟火, 老天还是不曾亏待我, 往后余生, 就尽自己最大努力, 好好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